中协网客户端北京7月31日电,记者李金磊,上半年居民收入榜出炉,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,上海,北京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3万元, 属于居民收入排行榜的第一梯队,总体来看,共有9个省份,上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全国水平,经过人均可支配收入超3万元国家统计局,今日公布了31省区市, 2018年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,上海以32612元位居榜首,成为最能挣钱的地区,北京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079元,位居次席,上海和北京也是上半年全国仅有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3万元大关的地区, 紧随其后的是浅江和天津,其上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24147元和20986元,是上半年居民收入2万元聚乐部仅有的两个成员, 所谓居民可支配收入,是指居民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储蓄的总和,即居民可用于自由支配的收入,既包括险金收入,也包括食物收入。 9省会人均可支配收入超全国水平从全国范围来看,上半年,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063元,比上年同期民意增长8.7%。 扣除价格因素,实际增长6.6%,与全国水平相比,上海、北京、浙江、田津、江苏、广东、福建、辽宁、山东这9个省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了全国平均线,从居民收入增速来看, 尽管,全国居民收入增速低于GDP增速,但多地的居民收入增速泡赢了GDP增速,如,和北省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,为11434元,同比增长9.1%,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.7%,高于GDP增速0.2个百分点。 公资性收入是居民分收主要来源按照收入的来源,可支配收入包括公资性收入、经营进收入、财产进收入和转移进收入、综合各地的收入增长状况来看,公资性收入成为带动居民收入稳定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。 国家统计区数据显示,上半年,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8091元,增长8.8%,比上年同期加快0.2个百分点。 扎和支配收入的比重,为57.5%,大企业的平均工资增长更多。 今年上半年,规模以上企业从业人员平均工资,比上年同期增长10.1%,增速提高2.1个百分点。 从地方层面来看,上半年,北京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079元,人均工资性收入达到了19435元,同比增长8.4%。 工资性收入是北京市城乡居民4个收入来源中贡献最大的。 在如,山东省上半年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8455元,增长8.8%,占可支配收入14967元的比重,为56.5%,拉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5.0个百分点。 对居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59.1%,是居民增收的主要来源。 CN也则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和互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供典和立场。 静意见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和互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月之旅。